二妹 你先吃点吧 我知道你身体不适 特意给你买一些清淡的 应该能喝你的胃口 谢谢大哥 我都是女大哥了 肯定是要照顾你的 以后别跟我这么客气 大哥一起吃啊 我刚刚在街上 看到有两个人拿着我的画像 还在找我 还好我躲得快 要不然估计又是 美酒佳妖挡着 大宅院厚着 难道大哥不想再当一回园外吗 你就别取笑我了 我从小就是个流浪汉 哪有当园外的福音 大哥生性自在 无拘无束 其中的快活 不止比那些园外好多少 那当然 不过此去京城 路上还需一些时日 他们认得我的模样 肯定会找到我的 好 想要避开他们 也不是没有办法 是吗 那有人想要 누가避开我 宝贝 你亲爱的 你要去你 吃饭了 你吃饭了 你吃饭了 且饭了 你吃饭了 我吃饭了 泥桃葫芦 一人一个 玩去吧 去吧 泥桃葫芦 这臭小子 该省着银子给你买药了 儿子高兴 我这病就好一半了 这个呀 可比吃什么药都强 事情谈得怎么样了 上家堡之后 咱们飞马标局 名声受损元气大伤 现在不用说单独接标了 就是去人家标局给人当标头 人家也是犹豫再三 有的青山在 不怕没柴伤 你这旧伤还没好 人家自然是要犹豫的 飞马标局虽然散了 积蓄不多 但是也不至于 让咱们接不开锅 别太心急了 师兄 我能不着急吗 咱们得为了孩子呀 我能不能够 你 你是谁 小朋友 你们今年几岁了 不告诉你 不告诉我也知道 你俩今年六岁 爹娘都是锁标的 你怎么不知道 我还知道 你们的娘姓马 平平 你别跟他说话了 不然他就知道 爹的名字叫徐征了 平平安 娘 娘 你们俩跟谁说话呢 跟一个叔叔 叔叔 行 来 帮我过去吧 这客厅都说话了 好 好 走吧 进去了 哎 二妹 你真是心系手巧啊 隐身成巧合变成了这副模样 我将大哥从小伙子 变成中年大叔 一下子长了二十来岁 你反倒还谢我 只要不让他们发现 这有什么打紧的 我相信你二妹的手巧 将我变成一个青春少女 也不在话下 青春少女比较难办 白发婆婆倒是容易 那也行啊 我扮成白发婆婆 你扮成一个白发老头 咱们俩老家伙结伴上路 我就不信 他们还能拉着我们 去做什么圆外 与你一起白头到老 只怕我没这个福分 绿柳山庄的张管事见过我 他们寻不着你 必然会再画上我的画像 我也得变个模样才行 二妹 你不会真要扮成 白发老头吧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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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 大人 没故事见你 走快 走快 来 爽快 大人 属下有钥匙禀报 此事 事关大人虔诚命运 大人 那就是那两个孩子 这两个小公子 气宇不凡 一看就是明清五了 这梅雨间 确实与本帅 有起门相似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快起来 有 alike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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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闹了 大远 那这两个孩子 恢复在说 really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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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酒 我借给一位 掌柜的 来两间上房 真不好意思啊 小店的上房 已经被人给定下了 二弟 只能委屈你住下房 大哥有所不知 二弟我就喜欢下房 自在 两间下房吧 好嘞 小二 带两位客官 祝两间下房 好嘞 来 二位 你买点